因應政府指引工作中心降級開放 市府規定工作中心必須做好相關的防護措施 如分區照顧、定期量體溫等 而且如果要把孩子送到托育中心 家長們也必須填寫相關表單 營造一個安心安全的環境 工作人員在對孩子的一些照顧 我們都是要分區 盡量分區的方式 讓彼此比較不要聚集的這種方式 這樣的一個照顧模式 所以家長可以放心 所以托育中心的工作人員都已經準備好 那我們也希望家長放心 把孩子送到我們的托育中心來 付託就是準備一些表單 就是他們有沒有旅遊史之類的 他們的家裡成員 那我們要必須要先再做一次的確認 再來就是說他們進來 我們都請家長就是在門外 請家長在門外 那我們就會先幫他們量體溫 量完體溫之後 確認是溫度是OK的 我們才會讓他進來 除了定期消毒 確保場域的衛生安全 社會局表示 目前公托家園也會定時跟家長回報 消毒以及體溫量測情況 老師們也會教導小朋友良好的衛生觀念 要勤起手戴口罩 讓托育的家長備感安心 裡面可能有一些家長可能對疫情的這個降級 或者是現在的疫情狀態 還是有一點點擔心 那我想這個部分可能民眾需要調整的時間 慢慢恢復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讓我們這裡的準備好的任何的 包含工作人的健康還有環境的準備 我們都會充分的讓家長知道 家園一直都讓我們蠻放心的啦 對 因為我們之後清楚他的狀況 而且他又不是蠻公開的這樣 那他們的就是清潔消毒那些都會跟我們回報啊 然後做得蠻好 那小朋友都會戴口罩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們家長還是要上班啦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這個環境是可以讓他們 就是讓我們放心上班 然後他們也可以開心上學 不然在家裡其實真的 那個家長壓力真的太大了 對 疫情趨緩各地開始降級開放 為了減低家長們的負擔 工作家園落實清銷 角落照顧等防疫措施 充分的準備好迎接後疫情生活 記者邱建勳高雄報導